昨天我們總共確診了614個個案 香港新增確診病例再創新高 過年期間人流過多 開工後人員又開始群聚 未來的疫情持續不樂觀 預計港府將再度緊縮社交距離措施 一定是要減低的人流 減低的人流當然除了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要收緊之外 其實我想每一個市民都是可以幫忙的 因為如果大家不想成為一個傳播的媒介 當然是限聚令 是一些我們現有的社交距離措施 其實我們都會因應這個方向去看 香港近兩週累積了2535例 其中8成都是Omicron 為了怕幾何式爆發的疫情 壓垮醫療量能 決定開放足高彎 專門守治清晨患者 我想很多人一同一時間去檢查 當然應該 應該加在哪裏 由於大陸要求要和他們一樣動態清零 不可維持與病毒共存的方式 否則無法開放邊境 TVBS新聞 謝賢夕 陳向如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